聽好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們真的是在一個大的時代裡面 我們真的是在一個大的時代裡面 因為神在這個時代裡面要做大事 因為神在這個時代裡面要做大事 也是教會要進入完全的時代 是教會要進入完全的時代 所以今天我們要談一個題目 所以今天我們要談一個題目 是見進式的真理 是見進式的真理 啟示是見進式的 啟示是漸進式的 就是神不是立刻把所有的啟示都攤在你的面前 就是神不是立刻把所有的啟示攤在你的面前 從舊約到新約 神把他的啟示慢慢的展開 是舊約到新約 神將他的啟示慢慢的展開 所以你看看神創造人的時候 所以見到神創造人的時候 首先亞當、亞華沒有什麼真理 首先亞當、亞華沒有什麼真理可言 這個羅亞日子也沒有什麼大的道理 羅亞日子也沒有什麼大的道理 到摩西把律法放下來的時候 開啟的時候是很簡單的 由摩西將律法放下來的時候 一開始是很簡單的 後來慢慢在律位記、生命記裡面 神把律力加上律力 慢慢的越來越豐富的真理 後來在利美記、生命記 神將律力加上律力慢慢的豐富 但是整個舊約的真理只不過是隱而 但是整個舊約的真理只不過是隱而 指向著基督 指向著基督 在新約的時候也開始有更強的真理 在新約的時候就開始有更強的真理 主耶穌來已經把天國的真理根基建起來 主耶穌來就是把天國的真理根基去 然後使徒們來的時候 初期教會慢慢把整個教會體系的真理都講得很清楚 然後使徒來到教會慢慢把整個教會的啟示講得很清楚 但是他們還沒有神學 但是他們還沒有神學 到十九世紀的時候就開始有神學 到十九世紀的時候就開始有神學 神學出來的時候開始也不太完全 神學出來的時候開始也不太完全 但是經過很多的年日 慢慢的他進入一種叫六環細經學 是最完整的一個道統 但是經過年月之後就進入六環的升級學 就是一個完整的道統 所以今天還有很多教會他們用的細經學 不是六環細經學 有很多現在的教會他們用的升級學 不是六環的升級學 其實神學是不完全的 神學是不完全的 其實神學是不完全的 其實神學是不完全的 但是道統是完全的 但是道統是完全的 什麼是道統呢 什麼是道統呢 道統就是完整的細經學 道統就是完全的適經學 能夠把神的話 原原原本本本的意思翻譯出來 就是可以將神的話 原原本本的意思翻譯出來 所以在這幾千年裡面 神真的很有內心 所以這幾千年內 神真的很有耐性 等啊 等啊 看人的無知 看到人的無知 但是他沒有什麼特別的主動 要立刻教導他們 但是他沒有什麼特別的主動 要主動教導他們 慢慢地把歧視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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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例子 就是要一個例子 我現在看的時候 已經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我現在看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就是我在兩天前 寫這個講章的時候 我就寫了這個例子 就是兩天前 我寫這個講章的時候 我就寫了這個例子 這裡說 我太太說我很帥 這裡就說 我老婆說 我很帥仔 這個例子是用在漸進式的歧視裡面 這個例子是用在漸進式的啟示裡面的 我想我的意思 我想我的意思 就是說 他說你很帥 他說你很帥 在這一刻的裡面 在這一刻的裡面 我會感覺到 連我太太都覺得我很帥 我會感覺到 連我太太都覺得很帥仔 但是這個經歷是非常片段的 但是這個經歷是非常之片段的 這個覺悟也是非常小的事情 這個覺悟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第一就是它的範圍很窄的 這個範圍很窄的 是吧 他認為我很帥 其實我帥不帥 可能不是事實 是吧 我太太認為我很帥仔 但是其實我是不是真的帥仔呢 並且這個覺悟對 這個如果是已經實實的話 在往後幾十年之後 就毫無價值 你有沒有看見一些老人家 當他們把他的年輕的照片放出來的時候 很帥 有沒有見過一些老人家 拿他年輕的時候的照片很帥仔 但是那個時候的照片已經毫無價值 除非他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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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將來我在神國度裡面 我的榮耀的形象是如何 除非他講的 是講的 將來我在神角度裡面 我的形象是如何 或者是講到 有一天 我邁吉史德的恩糕 一直到幾十年之後 哪個時候的贈子餘是怎樣的 睡 或者講到很多年後 所以你可以看見 其實人講的 就算你講的是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算人講 就算是真的 時間是會改變很多東西的 時間是會改變很多東西的 所以你看 我們剛好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就改時間 始終短了一刻 所以你看到上個禮拜 我們改了時間 短了一個小時 本來在很長的幾個月裡面 那個時鐘是準確的 本來在這幾個月 那個時鐘是準確的 特地在轉時刻的那邊 如果你還用舊的那個 那個時間 就不準確了 但是在轉時後這一刻 Daylight Saving這一刻 如果你用這個時間 那個時間就不準確了 就有很多很準確的東西 特地可以不準確的 有很多很準確的東西 突然之間可以不準確的 因為在時間這個洪流裡面 因為在這個時間的洪流裡面 很多東西都會改變 很多東西都會改變 所以神的啟示 神的啟示 是慢慢地把它的啟示 越來越增加 越來越改進 是慢慢地將他的啟示 越來越增加 越來越改進 所以就約的時候 他們說 不可以吃血 哪個時候是大的律法 那時候是大的律法 因為其實這個血 是預表著羔羊的血 因為這個血 是預表著羔羊的血 但到新約的時候 你現在再講這個 不可以吃血 但是這個新約的時候 如果你去說 不可以吃血 其實你就是不懂得真理 其實你就不懂得真理了 當然不是犯罪 當然不是犯罪 你可以使手不吃血 你可以使手不吃血 但這個使手不吃血 不會給你任何天上的獎賞 但是這個使手不吃血 不會給你任何天上的獎賞 因為到新約的時候 這個不吃血 已經代表著 我們對主的保血的尊重 因為到新約的時候 這個不吃血 是代表了我們對主的補血的尊重 最明顯的一件事情 最明顯的一件事情 整個旧約 神想到祂是獨一的神 在整個旧約 神說祂是獨一的神 除我之愛 除我之外 除我之外 沒有比祂的神 沒有別的神 突然之間到新約 突然之間到新約 主耶穌來了 主耶穌來了 好像祂意味著祂也是神 好像意味著 主耶穌都是神 他說 I am 我是 他說 我是 冰釘就撲倒在地上 那些冰就是撲倒在地上 這個我是不是普通人可以講的 這個我是不是普通人可以講的 這個我是就是I am 就是I am 就是I am I am是誰講的 I am是誰講的 耶穌華對摩世哪個時候寫的 對摩世的時候講 對摩世的時候講 I am 是嗎 是一個神的稱呼 那個神的稱呼 然後主耶穌說 我與父原為一 主耶穌說 我與父是原為一的 在猶太人這個獨一真神 那個傳統的思想架構裡面 在猶太人獨一真神這個思想架構裡面 覺得主耶穌是蝕獨了上帝 覺得主耶穌是蝕獨了上帝 所以最後很多人都要把主耶穌定死 所以最後很多人想把耶穌釘死 把主耶穌釘死的其實可能是最愛就約律法的人 把主耶穌釘死的應該就是那些最愛救約律法的人 因為在他們認為就是我神是唯一的真神 當我有偶像的時候 神打我們很慘 把我們放在巴比倫 所以你看見到新約的時候 以色列的地裡面沒有廟 因為經過整個舊約的神的教訓 因為經過神在整個舊約的教訓 到新約的時候 以色列人已經不敢去有其他的偶像 到新約的時候 以色列人是不敢有其他的偶像 他們專一拜的就是耶穌華神 他們專一拜的就是耶穌華神 突然之間主耶穌來 突然之間主耶穌來 你們也要信我 要跟隨我 你們要信我 要跟隨我 我與父元為一 我與父元為一 還沒有亞伯拉罕就已經有我 沒有亞伯拉罕就已經有我了 其實主耶穌哪個時候的真理 是舊約頭腦沒有辦法接受 其實那時候主耶穌的真理 是舊約頭腦沒有辦法接受的 是嗎 是不是 現在你要我們當你做偶像一樣 現在你要我當你是偶像一樣 你要我們追隨你好像是追隨神一樣 你要我們跟隨你好像跟隨神一樣 你要我奉獻一切跟隨你好像是奉獻給上帝一樣 你要我奉獻一切給你好像奉獻給上帝一樣 你明白嗎 所以他們對很多人對耶穌的憤怒 不是因為他們是很壞 很多人對耶穌的憤怒不是因為他們很壞 他們對耶穌的憤怒是什麼 他們對耶穌的憤怒是什麼 因為他們傳統的真理已經是不符合神要顯出來的歧視 因為他們傳統的真理已經不符合神要顯出來的歧視 所以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講的一句 七言裡面其中一句話其實是不得亂講的 所以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講七言其中一句話是不… 沒有一句話是亂講的 但是那句話是什麼 就是父啊求你搖獸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 就是父啊請你搖鼠他們 因為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 這個不是講講哪些真實的他們不知道 這個不是耶穌講一講 而是真實的那些人是不知道 他們愛尼賽亞拜尼賽亞到一個地步 他們愛尼賽亞拜尼賽亞到一個地步 瘋狂對尼賽亞 瘋狂對尼賽亞 但誰不知道他們把自己的尼賽亞釘在十字架上 但是誰知道他把自己的尼賽亞釘在十字架上 幾千年在店裡面尼賽亞來啊 幾千年在店裡面尼賽亞來啊 然後尼賽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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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把他釘在十字架上 最後把他釘在十字架上 他們真的是不知道 他們是真的不知道的 如果他們知道哪釘的哪位就是他們的尼賽亞 如果他們真的知道他釘那個是他們的尼賽亞 你想他們會怎麼樣 你想想他們會怎麼樣 是嗎 是嗎 但是在他們的意識形態裡面 他們絕對想不到耶穌就是尼賽亞 在他們意識形態上面 他們絕不想到耶穌就是尼賽亞 他們的傳統的思想裡面的尼賽亞不一樣的 因為耶穌所傳的真理 是跟他們思想傳統上的尼賽亞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你的真理不明白的時候 當你的真理不明白的時候 你會做錯事 你是會做錯事的 或者是你當初的真理是對的 或者你當初的真理是對的 是嗎 神是不是獨一啊 神是不是獨一啊 絕對是 但到主耶穌來的時候 神就是三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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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獨一突然之間加上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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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人頭都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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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神學也不是 立刻就在初期教會就可以清清楚楚 三一神學也不是在初期教會 立即可以清清楚楚 到改革中開啟五百年前 是嗎 在五百年前改革中當時開始 特土糧等等這些神學家 最後才把三一真神論規定下來 最後這些神學家 將三一真神論規定下來 其實在初期教會他們都不太懂三一 其實在初期教會他們都不太懂三一 什麼 一級來里是最正統的 這個是最正統的 一級來里都是最正統的 因為耶和華實在是獨一真神 因為耶和華實在是獨一真神 但突然之間 你就成了異端 如果你不懂三一神學 如果你不懂三一神學 因為這個神是三二一一二三 聖父不等於聖子 聖子不等於聖靈 聖子不等於聖靈 聖靈不等於聖父 聖靈不等於聖父 但是他們三位是同榮同尊 但是他們三位是同榮同尊 在不同的位格 在不同的位格 但是一位上帝 所以你看見三一神學 也是從歷史裏面慢慢的體系出來 所以你看到三一神學 是慢慢在歷史裏面去啟示出來的 所以主耶穌來的時候 他有很多的話 講到安息日 他們人又不懂 所以主耶穌來的時候 他講到安息日 人就不懂了 人家為什麼安息日要治病呢 人家說為什麼安息日要治病呢 所以主耶穌要解釋給他 所以耶穌要解釋給他 要解釋給他聽天國的道理 裡面的靈魂和爭議是什麼 接受他話的人 就很跟隨他 很服他 很接受他的話 那些人就是很跟隨他 很服他 好像 就說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好像說主你有永生之道 我不跟隨你 還跟隨誰 我不跟隨你 還跟隨誰 但是有很多人聽見主耶穌的話 但很多人聽見主耶穌的話 就受不了了 加上主耶穌說我的肉是可以吃的 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加上主耶穌說我的肉是可以吃的 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這些人聽 哇這句話多難聽 這些人聽到話 這些話這麼難聽 因為其實他們不是壞人 其實他們不是壞人 乃是蠢人而已 只是蠢人 他蠢 愚蠢 不明白真理的真實的含義 就會做出幼稚愚蠢的決定 就會做出一些幼稚愚蠢的決定 所以現在的神學已經是進入他的成熟期了 所以現在神學已經進入他的成熟體了 因為他的道統是完整的 按著六環詩經學 詩經是非常能夠把神花語的原意帶出來 按著六環詩經學 是非常能夠把神的原意帶出來的 今天我們不談這個詩經學 因為不談這個 我們以前都知道一點 是吧 我們今天就不講這個詩經學了 以前都教過大家 所以如果你只有十塊錢 你能夠買到十塊錢的菜 就是中心的管家 如果你有十元 你買到十元的菜 就是中心的管家 所以以前的神學不是很好 所以你買了 用十塊錢買十塊錢的菜 你是好蠢人 所以以前的神學不是那麼好 你有十元 買到十元的菜 你已經是好的朋友 今天神學很好 今天神學很好 你有一百塊錢 你有一百元 你去外去買了十塊錢的菜 你出去買了十元的菜 你就不是好蠢人 你就不是好蠢人 現在你有一百塊錢 你應該買一百塊錢的菜 現在你有一百元 你就應該去買一百元的菜 所以神學的進步 其實基督徒的 基督徒是不是應該越來越進步 在這裡上面 所以神學是慢慢進步的時候 基督徒的神學是否應該去進步 還有一樣事情 神學其實是教母學 其實神學是教母學 神學不是給普通基督徒來讀的 神學不是給普通基督徒來讀的 是給哪一些願意成為神職人員 成為牧師來讀的 神學是給那些願意成為神職人員 牧師來讀的 所以神學的開啟 開啟的時候叫做教母神學 所以神學的開啟是叫做教母神學 你想做牧師是嗎 你想做牧師是嗎 你就要讀神學 你就要讀神學 不然你解釋真理出去的時候 他們就解釋錯誤了 如果不是你解釋真理出去的時候 就會解釋錯誤 然後普通人就不讀神學 普通人就不讀神學 他們就在聽牧師講 他就在聽牧師講 應該牧師講的是合復聖經 應該牧師講的是合復聖經 就算錯都不錯都很遠 就算錯都不要錯得很遠 這個就是普通人的心態 這個就是普通人的心態 所以如果教會普通人的神學思想錯誤 所以如果教會的神學思想是錯誤 錯是錯在牧師 不是錯在那個羊 錯就錯在牧師 不是錯在羊 你了解這個 你知道這個明白 所以為什麼天主教初期的時候 那個聖經不是人人可以讀的 所以天主教初期的時候 那個聖經不是人人可以讀的 只有牧師才可以讀 只是牧師可以讀 這個聖經放在講台上面 有一條鐵鏈鎖住 那個聖經放在講台上面 有一條鐵鏈鎖住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他們說 神的話不可以流出去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神的話不可以流出去 乃是怕每一個人都有一本聖經 就是怕每一個人都有一本聖經 每一個人都讀 每一個人都要不同的解釋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解釋 然後把神的道權亂 然後把神的道權亂傳出去 所以基督教把天主教這個遺傳廢掉 所以基督教把天主教這個儀團廢掉 在改革的時候 基督教說 人人皆為祭師 基督教說人人都是祭師 天主教只有祭師 其他都是平民 只有祭師才可以讀神學 只有祭師才可以讀神學 只有祭師才可以讀經 只有祭師才可以讀經 但基督教來的 改革中來的時候 改革中來的 人人都是祭師 人人都是祭師 人人都可以讀聖經 人人都可以讀聖經 所以改革中是非常強調神學的 自然人人都可以讀聖經 既然人人都可以讀聖經 如果沒有神學 如果沒有神學 就有很多的異端出來 就有很多異端出來 很多很亂的講法出來 很多很亂的講法出來 所以其實呢 教會 傳統教派的出現 傳統教派的出現 他們有很多的條例 他們有很多的條例 基本上來說都是合理的 因為教條 不是教條 是教規 教條是道具很厲害 教規就是教會的規律 教規是教會的規律 就是有一群屬靈人 就是一群屬靈的人 他們有這樣的解釋方法 他們用這樣的解釋方法 所以這樣的解釋方法 就叫做尋道會 所以這樣的解釋方法 就是叫做宣道會 然後有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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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對聖經有講者的解釋方法 他們對聖經有這樣的解釋方法 他們就有他們整套的教會體系 他們有整套的教會體系 講者的人叫做進聖會 這些就是叫做浸信會 有些叫做聖公會 有些叫做聖公會 或者改一個什麼名字 或者改一個什麼名字 所以每一個門派都有他的不同的教會傳統的思想 所以每一個教會派都有他對教會傳統的思想 其實傳統不等於你是正確的 其實傳統不等於你是正確的 一百幾十年或者幾百年的歷史 叫做有傳統 其實傳統只是代表你有百幾年的歷史 但是你傳統那個時候 如果不是用溜環思經學來建立你的傳統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溜環思經學去建立你的傳統 你的傳統流傳了幾百年之後 你的傳統流了幾百年的時候 也不會進入完全的 也不會進入完全的 你知道什麼叫進入完全 你知道什麼叫進入完全 就是我們的真理是完全按照六環思經學 就是我們的真理完全是按著溜環的思經學 我們的婚姻觀 我們的婚姻觀 我們的父母對子女的教導觀念 我們的父母對教導子女的觀念 我們的世界觀 我們的神職人員觀 我們的神職人員觀 我們怎麼安立 我們在什麼情況之下怎麼安立 我們在什麼情況下怎麼安立 我們在什麼情況下怎麼安立 所有這些叫做教會體系裡面的東西 所有這些叫做教會體系的東西 我們怎麼猜拳 我們怎麼罰一個人 我們怎麼鼓勵家長一個人 我們怎麼鼓勵一個人 這些叫教會的體系 如果不是按照六環思經學 如果不是按照六環思經學 會不會完全 會不會完全 不會完全的 什麼叫做完全 什麼叫完全 就是你看神的話 就是你看神的話 你了解神原原本本就是這個意思 你了解神的原原本本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启示錄裡面有一個婦人 所以啟示錄裡面有一個婦人 這個婦人是進入完全的信父教會 這個婦人是進入完全的信父教會 他身配日頭 他身配日頭 代表著他彰顯著基督的光輝 代表他彰顯著基督的光輝 並且是完全的光輝 並且是完全的光輝 他腳踏月亮 他腳踏月亮 代表他教會真的活出 他可以完全去踐踏黑暗的權勢 這個不是教會嗎 這個不是教會嗎 教會 凡教會在地上釋放 在天上都釋放 教會 凡教會所捆綁的 天上都捆綁 凡教會在地上所捆綁的 天上都捆綁 這個叫權兵 權兵就帶著一種光輝 教會是什麼 陰間的門不可以聖過他 教會是什麼 陰間的門都不可以聖過他 所以基本上 教會是身配 完全的教會是身配日頭 腳踏月亮 所以完全的教會是身配日頭 腳踏月亮 在這個小的影子 馬可福音16章裡面 基督徒有小小的影兒 所以在馬大福音的16章 基督徒是可以手能拿射 基督徒可以手能拿射 也可以腳踏切子 也可以腳踏切子 基督徒就有無窮生命大能 基督徒就有無窮生命大能 並且手按病人病就能夠好 手按病人病人得醫治 但是教會也是有更完整的體統 但教會是一個更完全的體統 它頭戴著十二星的冠冕 頭戴著十二星的冠冕 代表著舊月與新月的全程 代表著舊月和新月的全程 全程 這是什麼意思呢 舊月講的是律法 舊月講的是律法 新月講的是律法 新月所講是律法裏面的正義的靈 就是他把神律法的正義合出來了 就是他把神律法的正義活出來了 不是廢掉了律法 不是廢掉了律法 那是把正義合出來 而是把正義活出來 所以保羅說到我們承擔著信約的局勢 所以保羅講到我們是承擔信約的局勢 不是單單憑著自據的律法 不是憑著自據的律法 是憑著裏面的正義的 是憑著裏面的正義 是用神的靈所寫的 是用神的靈所寫的 所以我們就是他的信 是用神的靈所寫的 用神的靈所寫的 所以這個婦人呢 你看見真的很完全 所以你看見這個婦人是很完全的 這個婦人還生出一個男孩子 這個婦人還生出一個男孩子 這個男孩子更厲害 這個男孩子更厲害 神要人碰都不要碰她 立刻把她 snatch up to heaven 不是rapture rapture就是悲體 神要不要被人碰到她 立刻把她snatch up 扯走 上天上 你們奉合本書說是被神提到天上去 這個是不同避題的 避題就是rapture 避題是rapture 但是這個原文裡面講到是snatch up 但是原文講到是snatch up 所以好像是如果Wing姐妹生了Amanda出來 好像Wing姐妹生了Amanda出來 她生出來如果有一隻貓要害這個 要傷害她的Amanda 好像如果有隻貓是想畫或者傷害這個BB Wing看見這個貓來了 Wing見到隻貓來了 Wing就立刻snatch up Wing就立刻去snatch up 抱著扯走她的BB snatch up的意思就是把她拿走 立刻把她拿走 有一點保護的意思 有一點保護的意思 這個就是起司路 這個就是啟示路 婦人生了男孩子 婦人生了男孩子 然後神立刻把她snatch up 然後神立刻把她snatch up 去天上 為什麼 因為龍在地下要害這個婦人 因為龍在地上要害這個婦人 這個圖畫你慢慢去研究起司令就明白 這個圖畫你慢慢去研究啟示錄 所以神對這個男孩子 要把她存放在天上這個樹令的氣候 神就是要把這個男孩子放在天上屬靈的氣候 叫她真的能夠成為一個屬天的氣名 就可以叫這個男孩子作為一個屬靈的氣名 這個男孩子很有福氣 這個男孩子很有福氣 通常我們在地上做屬天的人 通常我們在地上做屬天的人 這個是神把她提到天上的經濟上面來做屬天的人 因為當男孩子出來的時候 因為當男孩子出來的時候 他要守執貼帳 這個權柄要管轄烈國 他守執貼帳要有權柄去管轄烈國 他有這個君王的靈 他有這個君王的靈 是什麼 是什麼 代表了權柄 代表了權柄 代表了三元神學裡面的寧恩神學 代表了三元神學裡面的寧恩神學 寧恩其實完全講到權柄 寧恩其實就是完全講到權柄 聖靈的運行五秦節 整個的運行就是代表權柄的運行 聖靈的運行在五秦節就是代表權柄 聖靈彰顯的就是這個權柄 聖靈彰顯的就是這個權柄 然後這個祭司 然後就是這個祭司 所以南海子也是祭司 什麼是祭司 祭司就是非常明白神的道 祭司就是非常明白神的道 是嗎 是嗎 舊約裡面最明白神的道是誰 舊約最明白神的道是誰 是祭司 因為他要按著神的道來侍奉眾人 因為他要按著神的道來侍奉眾人 所以祭司這個環節 南海子是在神學裡面非常精通的 南海子在神學裡面是非常精通的 不要以為這個南海子只懂得怎麼用鐵杖打人 不要以為這個南海子只懂得用鐵杖打人 他是一個祭司 他是一個祭司 他也是君王 他也是君王 他也是先知 他也是先知 所以在祭司這個環節 他對神的律法甚至了如指掌 他不單止是學騙了地上的神學 不單止是學騙了地上的神學 他還有機會在天上聽主怎麼講自己的神學 他還有機會在天上聽神講 他在地上讀他的提示錄 他在地上看他的啟示錄 也在天上聽他的提示錄 也在天上聽他的啟示錄 他在地上研究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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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天上聽主怎麼講他自己的話 也在天上聽主怎麼講他自己的話 多有福氣 多有福氣 所以他的祭司就是他的整個神學架構與思維 教會的體系從南海子出來是非常完整 所以這個祭司 他在整個神學架構裡面是非常完全的 是與傳統不一樣的 和傳統不一樣 但是傳統是錯的 但是傳統是錯的 他是對的 然後還有先知 然後還有先知 先知就是密西神學的高峰 先知就是密西神學的高峰 因為在密西神學裡面 因為在密西神學裡面 他們談的是聖天 與主成為一靈 與主成為一靈 能夠聽見主心裡面的說話 感覺他心裡面的愛與恨 神的喜與悲 感受到神心裡裡面的樂與悲 愛與恨 所以這個就是密西裡面的精華所在 這個就是密西裡面的精華所在 所以我們談到三元神學 三元神學是南海之與幸福教會一向的這些人的真理根基 所以我們說三元神樂是辛苦教會和男孩子異仗的人的真理根基 也是第二次基督教改革的一個所追求的目標 也是第二次基督教改革所追求的目標 就是把神學 教派神學歸納成為道統性的神學 就是把教派的神學歸納成為道統派的神學 什麼叫道統派 什麼叫道統派 道統神學 就是按著六環西經學 最嚴謹的西經學 來解釋神經 來建立這個教會的體系 就是按著六環式經學 一個最嚴厲的式經學 去建立教會的體系 為什麼要這麼嚴厲 為什麼要這麼嚴厲 因為你嚴厲才能夠知道 聖經裡面真正神要的教會是什麼樣的教會 因為你嚴厲裡面 你就可以真正知道 神真正要的教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在三元神學裡面 道統神學裡面最難的是什麼 所以在三元神學裡面的道統神學 最難的是什麼 精通神的話 精通神的話 表示你的式經學是一流的式經學 表示你的式經學是一流的式經學 所以世界上面 不是很多人能夠懂得六環式經學 這個世界上面 不是很多人懂得六環式經學 然後在寧恩神學裡面 然後在寧恩神學裡面 最難的是什麼 最難是什麼 最難的是什麼 最難是 活出道裡面的權柄 就是活出道裡面的權柄 是神話語裡面的權柄 是神話語裡面的權柄 不是單單有很完整很理想的一套神學論的真理 不是單是有一套很完整的神學論的真理 乃是把這個道的能力活出來 而是將道的能力活出來 帶出天國的權能 帶出天國的權柄 這個就是三元神學裡面的君王體系 這個就是三元神學裡面的君王體系 不是用口講的 不是用口講的 你能夠活出話語裡面的權柄 你要能夠活出話語的權柄 他們講道信心 信心是什麼什麼什麼樣的 信心是什麼什麼樣的 你不是要知道 你不是要知道 你能夠活出信心的大能 你要能夠活出信心的大能 這個就是君王的體系統 這個是君王的體系統 這個也是靈恩神學 這個也是靈恩神學 就是這個教會活出了聖靈的大能 全備的恩賜 全備的恩賜 就是人知道神真的在你們當中 就是叫人知道神真的在你們當中 然後在密氣神學 然後在默契神學 就是內在生活這個環境 就是內在生活的環境 親密的全氣 親密的環境 這個密氣神學裡面最難的是什麼 默契神學最難是什麼 聖天 聖天 你有太多肉體大肉體是生不了天的 你有太多大肉體是生不了天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你的頭腦裡面有太多wrong concept 錯誤的思想 這個屬靈的思想 你都生不了天 如果你的頭腦有太多錯誤的屬靈思想 你是生不了天的 什麼是天啊 什麼叫天啊 天與地之間的分別 天與地之間的分別 所以天是完全屬神的 天是完全屬神的 地是需要被救贖的 地是需要被救贖的 是嗎 藍色是代表天的藍色 藍色是代表天的顏色 從來就是屬神的 從來就是屬神的 天是藍的 天是藍的 地呢 就不是藍的 地就不是藍色的 地被救贖之後就是什麼 地被救贖之後是什麼 紫色的 紫色的 你把藍加上紅 你把藍加上紅 就變成紫色 藍是屬天 藍是屬天的 紅是主耶穌的寶血 紅是主耶穌的寶血 你本來是屬地的 你本來是屬地的 但是經過這個 主耶穌的寶血 但是經過主耶穌的寶血 你就在寶血的裡面 顯出屬天的藍 你就在寶血的裡面 顯出屬天的藍 所以紅跟藍加起來 所以紅跟藍加起來 就是紫色 神要男孩子升天 但是神要男孩子升天 紫色是不夠的 紫色是不夠的 他真的需要很多的藍色 他真的需要很多的藍色 你沒有看到我們的門牌叫做什麼 你又看到我們的門牌是什麼 沒有留意 有沒有留意 Blue Canopy 有什麼叫Blue Canopy 知不知道是什麼 是那個會莫的曼子是藍色的 就是會莫的曼子是藍色的 Blue 藍色 曼子就叫Canopy 這個曼子就叫Canopy 藍色的曼子 藍色的曼子 所以這個藍色的曼子 這個藍色的曼子 這個月櫃前行的時候 就用這個曼子來蓋住它 這個月櫃前行的時候 就用這個曼子來蓋住它 以色列人就跟著這個 蓋住的月櫃走在 那個月櫃走在前面 這個月櫃走在前面 以色列人就跟著 這些外邦人遠遠看著以色列人來了 那些外邦人很遠就見到以色列人來了 他會看見什麼呢 他見到什麼呢 不是胡薩小說裡面講的 中原一點紅 你有沒有聽過 不是中原一點紅 不是武俠小說說的 中原一點紅 中原一點紅 你聽過了 你聽過沒有 胡薩小說裡面 一個尖一去就一點紅 武俠小說說這個箭一去就變成一點紅了 他殺人不是要砍你的 他殺人不是要砍你的 通常都是一點紅一點紅你就死了 通常是一點紅一點紅 射你接著你就死了 他的劍法到那個地步是 都不見很多血 他的劍法去到一個地步是不見很多血 中原一點紅很害怕很可怕 中原一點紅很可怕 以色列人更可怕 以色列人更可怕 因為他們是中原一點男 因為他是中原一點男 你只要遠遠在中原裡面 看見這個沙漠裡面 看見有一點男往著你 瞧著你來 如果你在沙漠裡面 很遠很遠看到有一點男 是向著你來的時候 你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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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耶和華 他要叫他們所亡之處 戰無不勝 因為耶和華 要叫以色列人去的地方 全部戰無不勝 整個以色列民族 整個以色列民族 用什麼代表 用什麼代表 一點男 就是一點藍 南部蓋著月櫃 南部蓋著月櫃 Blue Canopy 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熟天的能力 天國的權兵 天國的權兵 這個就是密器裡面 這個就是默契裡面 因為他與天是連結的 因為他與天是連結的 他與神是一靈的 他與神是一靈的 他是被神提升到天上去的 他上天就好像你上二樓一樣 他上天就好像你上二樓一樣 有些人還沒有辦法上二樓 有些人還未可以上二樓 所以姐牧師住在我們的樓下 他上二樓都很難 他上二樓都很難 但是男孩子 但是男孩子 上天就好像上二樓 上天就好像上二樓 所以這次我們派了Presilla去那邊講到 所以這次我們派了Presilla姐妹去廣道 去DC廣道 我說他就是一個密器大師 我說他就是一個默契大師 在這個時代裡面很少見 在這個時代裡面很少見 因為他上天 因為他上天 就好像是上二樓一樣 就好像上二樓一樣 這個就是密器神學裡面最難的一個環節 這個就是默契神學裡面最難一個環節 升天 你要升天 你要升天 你的己要對付得很厲害 你的己要對付得很厲害 你好像石頭磨成砂都不夠 你好像石頭磨成砂是不夠的 你要把砂融成水都不夠 你把砂融成水都不夠 你要把水吹成空中裡面的無油的空氣 你才能夠升天 你才能升天 你才能升天 並且升天至乳 並且升天至乳 所以俄里根是密器派的祖先 俄里根是密器派的秘祖 他說 能夠隨時到三重天 他能夠隨時到三重天 摩林諾 我什麼時候內官內士 我什麼時候去內士 我就與主成為一靈 我就與主成為一靈 有很多這些密器大師 有很多這些密器大師 這些都是屬靈的功夫 這些都是屬靈的功夫 末後的日子 末後的日子 神要叫我們的教會 在三元神學裡面 泛泛皆晚 神就是要我們在三元神學裡面 叫我們教會泛泛區元 泛泛聚晚 就是什麼都其別 我們要有六環式經學的神學道統 我們有六環式經學的神學道統 我們也需要有密器神學 我們也需要有密器神學 叫我們的靈能夠升天 叫我們的靈可以升天 我們是被神對付好的人 我們是被神對付好的人 是不是 不是對付過 不是對付過 是對付好 是對付好 差很遠的 是嗎 信服一百分 信服一百分 與信服九十九 和信服九十九分 是天和地的分別 是天和地的分別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 待會的英文信息 這就是一會兒會說的英文信息 所以這個 還需要有靈能神學 所以也需要有靈能神學 帶出聖靈全備的恩賜 帶出聖靈全備的恩賜 天國的君王系統 天國君王的系統 所以我在這幾個月裡面 我都拼命地教導華盛頓DC的教會 華府教會 我們教導他們密切神學 所以這幾個月 我很拼命地教我們 在華盛頓DC的教會 默契神學 雖然不是學得很好 但是有一點誠職 雖然不是學得很好 但是也有些成績 我也拼命地教他們 靈恩神學 我也拼命地教他們 靈恩神學 我們在那裡當中 也有很美好的見證 神的聖靈的大能 活了出來 但是我們還沒有機會 跟他們談到 這個道統神學 但是我還沒有機會 跟他們講到這個道統神學 所以現在他們會出現一件事情 所以他們現在會出現一些事情 我一用這個道統神學 去教導他們的時候 當我引用這個道統神學 去教導他們的時候 他們的傳統思想就受不了了 他們的傳統思想就受不了了 真慘 真的慘 扶而搖恕他們 扶而搖恕他們 因為他們所知道的 其實還是不知道 因為他們所知道的 其實都是不知道 如果他們有心 如果他們有心 我會慢慢地 我覺得是時候 把這個道統神學的架構告訴他們 我會慢慢地把這個道統神學 去教他們 因為最後這個時代要來的 第二次基督教的改革 因為最後這個時代要來的 第二次基督教改革 它是建立在三元神學的架構裡面 推出來的 因為它是建立於這個三元神學 裡面的架構去推出來的 教會是進入這個完全的 教會是經過這個進入這個完全的 是帶著君王先知與祭司體系前進的 帶著這個君王先知與祭司的體系去前進的 給一個中原一點難 這個中原一點難 絕對與傳統教派的思維有一種衝擊 我每天都在神面前求 求你把鐵賬交給我 好讓我能夠推廣你的三元神學 因為如果沒有天國的權兵 因為如果沒有天國的權兵 誰能夠推廣道統神學 誰可以去推廣道統神學 每一個教派都牢固在他們的舊的傳統思想裡面 每一個教派都牢固在他的傳統思想裡面 每一個教派都已經覺得支持神學架構是最完整最好 每一個教派都覺得自己的神學是最完全最好的 沒有一個人會改變 沒有一個人會改變 就算你用真理告訴他們 他們都不會改變 就算你用真理去跟他們說 他們都不會改變 但是如果你帶著男孩子的鐵賬來 但是如果你帶著男孩子的鐵賬來 就會推廣 就會推廣 所以三元神學的前景 所以三元神學的前景 很有希望 很有希望 很艱難 六個字 三元神學的大綱 三元神學的大綱 很完整 神所喜悅 神所喜悅 七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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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沒有時間跟大家一同談 有很多的例子 有很多的例子 我只舉一個就做這個接觸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去做一個結束 有一個牧師 他的配偶犯了奸人 按照道統神學來說 按照道統神學來說 他跟這個犯奸人的配偶離婚 他才能夠繼續他的牧師 這個牧師是需要跟他的犯奸人的配偶離婚 才可以繼續做牧師的 但是傳統的思想 但是傳統的思想 就是離了婚就做不了牧師 就是離了婚就做不到牧師了 你看看 按照道統來說 按照道統來說 如果我的配偶犯奸人 如果我的配偶犯奸人 我容忍他 我容忍他 我就是在他的奸人裡面有份 我就是在他的奸人裡面有份 我唯有叫他離婚 我唯有叫他離婚 這個就是耶和華作的例子 這個就是耶和華作的例子 以色列人他犯了奸人 耶和華說我要跟你離婚 耶和華說我要跟你離婚 然後耶和華也很好 跟著耶和華也很好 如果有一天你回轉 我還在接納你 如果有一天你回轉 我會再接你 但是神不可以容忍自己有一個犯奸人的太太 但是神是不可以容忍自己有一個犯奸人的太太 不然他就與他的罪上有份 如果不是他就與他的罪上有份 這個不是卸免的問題 這個不是卸免的問題 這個不是包容的問題 這個不是包容的問題 這個是罪的問題 所以有一個牧師 為了保存自己的聖結 離婚 才能夠繼續當牧師 才能夠繼續當牧師 這個是道統神學的看法 傳統教會的神學 但是傳統教會的神學 基本上不理你怎麼離婚 基本上不理你什麼原因離婚 你只要離了婚 就不配做牧師 你只要離了婚就不配做牧師 所以你看見這兩個系統 在這個大時代裏面會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所以你看見這兩個系統 在這個大時代裏面是有很大的衝擊的 我們站在三元神學這一個範圍裏面 我們站在這個三元神學的範圍裏面 我們也不是傻瓜 我們也不是傻瓜 如果沒有男孩子的鐵杖 如果沒有男孩子的鐵杖 我們暫時不跟人通 我們暫時就不跟人通了 我們好好地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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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了多少就多少 傳到多少就多少 接納我們的教導 接納我們的教導 不接納我們的 我們就離開 不接納我們的 我們就離開 這個話不是我說的 是主說的 這個話不是我說的 是主說的 所以主也告訴我 主也都跟我說 因為我身上有這個 麥基斯德的恩膏 因為我身上有這個 麥基斯德的恩膏 必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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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把你隱藏四十年 我就將你延長四十年 當然很多人都一握去 當然隱藏四十年 當然很多人 這個時代的人都會過去的了 我再出來的時候 我再出來的時候 我手拿著鐵杖 我亦都手拿著鐵杖 來推廣這個三元神學 來推廣這個三元神學 其實三元神學 其實三元神學 是一個道統性的根基 是一個道統性的根基 上面的 上面的 就是君王祭司與仙智的體系 就是君王祭司和仙智的體系 這樣子的體系 這個體系 不單止是那個婦人 不單止是那個婦人 身披日頭腳踏月亮 身披日頭腳踏月亮 頭帶十二個星的冠冕 她還是被神提到天上去的男孩子 她亦都是被神提上天上的男孩子 讓我們低頭禱告 讓我們低頭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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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子不是單單自己拿著鐵杖管轄烈國的 男孩子不是自己單單拿著鐵杖去管轄烈國的 他是與基督一同的拿著鐵杖來管轄烈國 他是一起和基督拿著鐵杖去管轄烈國 我們等候著這個日子 我們等候著這個日子 你已經把這個道賜給我們 你已經把這個道賜給我們 他是幫助我們把這個道活得完全 但是幫助我們把這個道活得完全 祝福這裡的每一位 因為沒有新的都不會坐在這裡 因為沒有心的都不會坐在這裡 祷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祷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祝福這裡的祝福